嗨,大家好,我是CHILL 今天帶大家來一間很棒很厲害的寶藏店 叫做吃咖哩 這個是他門口的菜單 現在就帶大家進去吃吃看吧 這個黑板上面有寫一個worm house 然後這個是他裡面空間的配置 現在來瀏覽一下菜單吧 其實現在這個影片是我前幾天錄的 但是因為我發現我錄得太爛了 所以我又再來去吃一次 然後我老婆就可以點多一點不一樣 讓大家多看一點不一樣的菜色 現在這是他裡面的飲料還有菜單 十定蔬果沙拉 自製胡麻醬 今天是上班日 但是午休時間也要秀一下喔 今天要介紹的是在我這家附近的一間小便 叫做吃咖哩 它的前行是暖室 最近由原本暖室的主廚接手继续经营 虽然做了些改变 但是身为自家庭的忠实粉丝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二戒之间 我们喜欢的主廚还是都保留下来 并且持续的进步并创新人 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在实践 主廚对饮食的坚持跟理念 而是透过自家店 已经出来了 它的生菜内容非常的多样 有生菜 苹果 番茄 小黄瓜 然后还有一些果干跟坚果 那最特别的是这个 这个是鸟笔 就是我们说的交来啊 它的口感很特别喔 那它的生菜沙拉呢 每一次来内容物也会都有一些不一样 每一次都有惊喜喔 我方这样的三味很浓郁 而且咸度适中 不会让你觉得太咸或没有味道 而且清爽不油腻 我们以前来暖室啊 就很常会点上一份沙拉 就连我女儿都很喜欢吃喔 我今天点的是柠檬气泡水 可以感觉到里面是柠檬原汁 没有太多的糖 然后呢 里面还有柠檬片跟迷连香来做装饰 味道很轻爽 这是我今天点的 冰的黑咖啡 这样蛮大的喔 这是谁餐附证的浓汤 这是谁餐附证的浓汤 好我们来尝试一下 肉汤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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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出来什么味道 很清甜 反正就是好喝 那以前啊 我常常会来他们家 预订很多的浓汤 然后带回家 冷冻起来 当成我儿子的副食品 因为他们家的浓汤啊 都是用新鲜的蔬菜下去打 很像蔬菜泥做的浓汤 那没有过多的加工 所以我觉得给小朋友吃是非常放心的 因为每一次喝的汤味道都不太一样 那我刚刚跑去问厨师 她说今天的汤呢 是有马铃薯 然后跟我们吃的这个烤面包 然后下去打成汤 那每一次调味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是我今天吃起来真的有坚果香 然后刚刚我老公说 有火腿的味道 结果都没有 就是只有马铃薯跟面包而已 没错 没错 刚刚你没听错 他们家的食物就是 副食品等级的 有一阵子我们都买他们家的 食物当我们弟弟的那个副食品 虽然这样说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吃 因为副食品都不是很好吃 但是它非常好吃 那我们去舞台 试试一下看看 它的咖喱啊 跟它的浓汤有一点一起同工之妙 因为它的咖喱呢 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蔬菜 两个是蔬菜打碎进去做的咖喱 然后味道呢 是比较平衡的 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辛辣 或特别的咸 那香料的味道也是很足够 好 好今天我一样就是点这个 然后重点就是 这个我每天都有要吃60克的蛋白 那这个就差不多150克 120克的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然后呢 它这个咖喱呢 我可以很放心的吃 因为 像我健身额呢 那些自主的话 我不会吃太多 它这个米面啊 它是用蔬菜打成的 那个米 然后不错 它的这个 整个味道呢 都是来自于蔬菜的鲜味 不是那种调过的那种 所以呢 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吃 然后接下来就是香料 所以呢 你吃的时候就是这种 副食品等级的那种 所以吃起来 你可以很安心 而且你不会觉得有一种 就是在吃蔬菜汤 你知道吗 减肥的人都会吃这种蔬菜汤 就是你吃久你就知道 那个就很像 你自己吃一只兔子的感觉 不是哦 这个就是 一个蔬菜甜味 然后 很平衡的一个 调味这样子 不会让你 你虽然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腻 不会 不是那种 哇 就是那种哇 很沉重口味那种很爽的感觉 可是你确实会让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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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把它吃完 然后吃完你还会觉得 身体很舒服的那种 然后这边有颗蛋 所以我再来出汤 出汤一下 大概这一餐我得到了 差不多60克的蛋白 然后呢 这也是蔬菜 这个尽量吃没关系 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 地瓜泥 应该是地瓜 那地瓜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碳水化无论摄取 所以呢这都不错 这也是碳水化 那 这些都是我们 像我们现在那样吃 那原谅我 我只能吃 肌肉 这样子啊 以后的话 等到也比较没有再减肥的话 我再来吃别的给大家看 好这个啊 这是我多点 因为我为什么说 蛋白我每天要吃到60 所以我再点一个 那它这一份 再加点就是60块而已 所以我觉得很便宜 因为其实去Seven买 然后69块 还是全夹 而且难吃得多了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他们家的肉类啊 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个 猪肉咖哩里面的猪肉啊 还有这个鸡胸的部分啊 蛋 还有饭 都是可以在另外加价加够的哦 好我来吃一下这个 这个咖哩的味道啊 它香味很够 然后呢 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那种 蔬菜的甜味 非常好吃 你在外面真的是 花 要花很多钱才能吃到的那种 那一种咖哩 好啦在这边就真心的推荐 吃咖哩给大家 之后呢我们会为大家陆续的介绍 更多淡水的美食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不另分享的美食 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哦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